哈喽小伙伴们,欢迎来到会解说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小男孩历经切心万苦交道朋友的故事,伊恩 小朋友是天真的,但是也会有很多的歧视 但成为好朋友之后就会变得很亲密 今天讲述的是由真实事件改编成动漫的故事 在一个小学校的里面,有很多的小朋友正在玩耍 这时候我们的小主人公伊恩来到了小朋友们的身边 可是伊恩坐下之后,手里的杯子掉在了桌子上 在桌子外边的小朋友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小伊恩 小伊恩很伤心的低下了头 突然他好像被什么魔力吸引了一样 向着校园的围栏倒飞而去 就在小伊恩碰到围栏的瞬间,竟破碎成了无数的颗粒 但是到了校园围栏之外,无数的碎片又重新组合在了一起 小伊恩坐在了轮椅之上 伊恩的妈妈在身后安慰着小伊恩 妈妈无奈的推着他慢慢的离去 看着校园里的小朋友们正在结伴的玩着布娃娃 孤独的小伊恩在旁边玩着小恐龙 一个小女孩拿着小娃娃来到了小伊恩的面前 和他玩了起来 小女孩的朋友从他们的身边跑过 女孩子也起身跑了过去 女孩子回头望了小伊恩一眼 好像在说,来呀,追我呀,我们一起来玩吧 就是这一善意的举动让我们的小伊恩有了力量 想起身去追随小女孩和他们一起去玩 可是经过了万般的努力,小伊恩还是摔倒在地 看着小伊恩摔倒在地 其他的男孩子嘲笑了小伊恩 就这样,小伊恩又被一股魔力吸引到了围栏之外 又一次坐在了轮椅之上 妈妈推着小伊恩向前走着 她用尽了全部的力量转过轮椅 拼命地向围栏的方向撞去 又一次,小伊恩来到了校园之中 小伊恩拼了命地想要让自己站立起来 这一次她成功了 但是无情的魔力还是把小伊恩向围栏的外面拉去 这一次,所有的小伙伴都在拼命地把小伊恩向着校园里拉扯着 但是魔力还是太厉害了 把所有的小伙伴都拉到了校园之外 就这样,小伙伴们都和小伊恩站在了一起 就在这时,学校的围栏慢慢地消失了 所有的小伙伴推着小伊恩慢慢地走进了校园 就这样,故事完美地结束了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 也许你和你身边的人格格不入 也许你会被旁人嘲笑 但是不要怕 善良的人还是在你的身边的 他们会用善良的人性去对待你 也许你的格格不入会让人误解 但是经过努力,这种误解会慢慢地消失 加油吧,朋友们 伤感总是一时的 只要你用心 身边的嘲笑总会消失的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关注哦 咱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